小北这边来的少 这也是粉丝推荐的一家小的 哦 他这边肯定是个一夜十五斤 几个人 四个人 我们做外的吧 外的吃得舒服啊 他们推荐的造牌菜是 牛镜炖牛蹄 还讲有个叫抓什么 抓鸭虾 哦 叫这个 刘二吃 刘二来 搞个大鱼肉 这屠宰馆 就是这些鸡鸭鱼肉 四个菜 混在就差不多了 我们一出来也不吃酥的 再搞两个小草吧 来个水菜肥肠 虾油菜 咱们黄的米肯定 可以 六个菜 现在就上菜吧 好 你们这边是不是一夜十了碗子 是的 蛮热的嘛 对 到晚上人会更多 这大盆啊这是什么 桌鸭虾 哦 这个就是桌鸭虾是吧 下桌鸭 给我搞清楚 桌鸭虾 这边牛蛙 里面有啥鲍鱼 全是大碗子啊 小酒店是美食欧鱼 冬块菜 牛蛙里面是颠不好去的 这种菜适合我们 我老总 压爪子 压翅膀里面有点下吃 压一下 哦 好 肥肠 哎呦 挂气 又是香香 香香 这有点真种香香 真种的香香 这个鸭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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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鸭虾子相当于小鸭 看鸭虾子越来越来越做出土鸭的 快点飞鸭虾了嘛 我不知道它全是这么大胖子 这是牛鸡竹鸡 我吃的是沙米的 感觉鸭虾子大嘛 咱着肉都吃 不是它可以加肉的 嗯 下面的碗稍微就浓了 牛鸭虾子 牛鸭虾子 你看鸭虾子变的 这种鸭虾子 和我们成长的鸭虾子不一样 就这种鸭虾子不一样 它这个湖子还是比较浓的 哇 肚子是鸭虾 哎呀 干啥呢 我妈上来了 我准备跟他鸭虾子 你不要了 猜猜肚子 那是算好了已经 我得吃 慢慢吃 是我们好久没吃了 好久没吃了可能 我只是吃 我就把它弄碗放上吃 弄得个睡在大厂斑嘛 那是吃完 你坐这边谁是看我吃的 鸭虾子来了 鸭虾子 漂亮 太吃了 但是我感觉又点饱了 你要加油 我加油 没老太看上去颜色很妙的 你会觉得 口温的味比较重 但我们吃的感觉 其实并不咸 就是特意为牛鸭虾子 牛鸭虾子喜欢吃 现在是挣出来 上面脚的鸭 这个好吃 然后放那个 这是什么 面糕是吧 面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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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面糕 这边吸着个鱼鸭 牛鸭里面还有点茄子 豆芽 鱼米 鲍鱼 鱼米 鲍鱼米 鱼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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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拿啤酒来 拿六瓶笨的 做下来我最后一杯必须是啤酒 鱼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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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估计要再吃一口才能更热了 其实我今年是奔到提琴烧素提来的 我当时让我纪念的是 他这个血菜烧辣糖 我真是非常喜欢吃 那刘一元吃完了 哈哈哈 那我来算下一共多少钱 另外拿这个大包喝 蛋糕菜的话一共是四百四点头 但是我建议大家过来不要像我这样点菜 看史黄吃的早饭菜一样点个一个或者两个 另外配点草菜 这边口边还一烧烤 里面还一烧烤 小酒就能吃两个 刘二十一五八 鱼头是九十八 抓下鸭是八十八 刘金顿肉提七十八 公布局定 基本上外的价格差不多 这二十二 然后睡在大堂四十八 对打包对打包 你们在这边开多少年了 开了十二年了 十二年了 像巧白这边大概是什么口味 麻辣鲜香 口味都要重一点 稍微重一点的 这边住的年轻人特别大 然后下班了 就是年轻人都出来 喝点酒吃吃饭 对 不论老公主 年轻贵下次再来